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选择碧云上来说热热的议题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星期二录影 但我们星期五才播出 可能到时有些事情已经过了时 不过这个没办法 总之我们是星期二说到星期二发生的事情 星期三有什么发生我们都没办法 碧云就找你上来说说所谓的替补机制 很多市民都不知道是什么 有些是退保人家以为 退有保障 主要是因为去年有几个立法会议员辞职 搞变相公投 他们辞职一天就去选 五个又选了回去 有些市民很支持 有些市民又不是很支持 政府又说投票率17%这么低 浪费了钱 浪费了那么多钱 我们现在要堵塞漏洞 不准你们以后这样搞 如果辞职就没有補选再搞 就是在那些名单上 看看谁输了 但是最大余额的票 多数就不是辞职那个人的名单 我们就给他上去 最初都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因为他很快 其实他是在6月初才罕宪 交起立法会 现在说7月13日就要通过 群情洶涌得很紧要 今天星期二 林帅伦局长出来就退了 他说没有了 我们不是给哪个最大的名单 我们给同一个名单 这个名单 有人你说死了也好 病也好 什么都好 迟一职 同一个名单上回去 这个就是德国、波兰、芬兰 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呢 就回应了 应该合现了 你知道大律师公会 三度 三度出信 骂他 今天律师会也都说了 就说 喂 你应该给时间 市民咨询 就不应该那么闯存 那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这个普選联怎么看 普選联 大家知道去年 集中精神就是搞政改方案 搞路线图等等 我们就没有参与公投 但是我们也是尊重 有些人选择用这种方式 去表达他的意见 只不过普选联 就认为 这个不是所有泛民一起去做这件事 就令到那个制度 是可以改变的 就是那个选举制度 如何由现在未有双普选 去到最后终极普选 所以我们就没有参与公投 但是今次普选联的立场 对于普选这个逮捕机制 也是很鲜明的 就是其次鲜明地反对政府 现在博大帽地推出这个 未经充分咨询的一个 補选的一个改变制度 因为我们在说 補选的意思就是 不是普选 是補选 因为我们香港来说 是有定期的选举 自从80年代开始有民主化之后 定期的选举 例如立法会就是四年一次 区议会四年一次 特首就五年一次 不过她是少年次 第二天她都应该是普选 我们在说定期的普选之间 如果有议席的出决 即是立法会里面有人辞职 又或者各种原因辞职 可能她死病 刚才你也说了原因 又或者像去年 她是因为一个政治的诉求 是想达到一个公众关注的政治的诉求 而她辞去这个职位 凡是议席出决 现在来说的法例就是 你要进行一个补选 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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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找人填出决的议席 其实香港所有的市民 其实都是很熟悉的 即是说有议席出决 无论是区议会 立法会 都是交出来去选 开放出来 谁想参选就参选 然后重新竞逐 看看选民在那一刻 觉得哪一个候选人 是比较接近她的看法 那就投票支持她 但现在政府的建议 就是说以后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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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如果立法会 她说选择浪费 其实她没有说区议会 她今次主要是说立法会 是立法会 她主要来说 她也不是行政长官 不是行政长官 是 就是剃保又发达 她今次又不处理区议会 又不处理特首 只是处理立法会 又不是全部 即是原有的功能组别 功能组别就不需要 即是包括分区籍选产生的议员 以及2012年五籍的 所谓超级区议员的功能组别 即是说你已经想到 她最后的考虑 政府的考虑 就是不让你 有一个选民基础很大 很多人可以参与的 一个选择里面 是再搞一次 另外她也要排除 就是说现在的方式 在选择里面 就是六四我们所说的 黄金分割 就是好像益了泛民 所以她说不如选就不要选 而且不想大家 再有一个辞职变相公投 所以歸根到底 这个情况就是 政府要全面打压公投 普选联去年不参与公投 就不等于我们 是说会支持政府做这件事 我们基本上很反对 即是说如果我们认为 以后不准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市民贊不贊成呢 就要拿出来开放全面咨询 看看市民贊不贊成 以后不准再有这种情况 就不是现在这样 没有详细的咨询文件 没有在民间里面做公开的咨询 只是关门在立法会里面 做咨询立法会议员 的一个所谓间接的咨询 也有一个公庭会 我们都开了一天 即是大家医的很短的 如果我们现在涉及的 就是改变一个现有的制度 剥夺市民的权利 而改变这个 即将以后的补选取消了 即以后大家不可以参与补选 不可以参与补选 亦不可以投票在补选上 你是改变原有的一个政治制度的时候 涉及到剥夺了所有市民 在补选中的参选权和投票权 这件事是基本法里面说了公民是有参选权和投票权 这些公民权利来的 当你要剥夺香港几百万公民的公民权利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问一下他同不同意 但现在问都没得问 他是问议员而已 议员够票数够 保皇党就是同意 他就算了 公众来说我觉得很无辜 你不可以现在 乍家伊就是说 因为去年公投只有17%多 所以大多数人都不赞成 是太过牵强的 那个推论 是太多逻辑谋误 我们那次上立法会的会议 我也有去表达的意见 是你现在太过离谱 那个借口 你说到就是 因为只有15%多 只有50万人去投票 即是说有200多300万人没有去投票 没有去投票的人都反对公投 我觉得这个推论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林瑞麟真的是 但是他现在就出来退了 他就说 算了你们不喜欢 现在又给输了那个保障 可能是你反另一个党的 他说好了我给你同一个党 这样就是得贵也是这样的 这个是瑜伽包换的 你觉得是否大家应该支持 首先整个问题我们在说 就是刚才的逻辑谋误 第二你胡乱解读 那些有去投票或没有去投票 即是去年那个公投的事件 你不可以这样去解读 因为呢 每一个去年有去投票或没有去投票 他都带着很多不同的理由去 即使他是反对公投也好 或者赞成公投也好 跟今次事件是否从此要剥夺市民 在保选里面的权利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你不可以说你不去投票 就等于你赞成 所以你以后都不要投了 所以这个情分就是说 你如果要改变 你就要重新资讯 现在你临门一脚的时候 你又再改了 我觉得就造成一个印象 就是你这个政府有没有深思熟虑 他今天又说深思熟虑 他说我们经过深思熟虑 现在就是来学职 如果你早先深思熟虑 你就不要拿这个 就是说输了那张名单的最大元额出来 即是说你现在是否作为一个 所谓的土价还价 我又是拿一个 又是拿一个衰点的 让你们个人骂到它爆 不如现在拿一个没有那么衰的出来 那你们应该收货 我觉得你这样做事 大家就会觉得政府 你都没有什么诚信 又不专业 第一 那些逻辑又算不通 第二 你咨询那里 为什么你不让公众去多 如果你这么有信心 公众是不喜欢那些人公投玩玩 你便拿出来重新咨询 看看是否大多数人都赞成 取消大家在保选的保选权 那为什么你又不敢做呢 你现在临时这样改 我觉得你仍然解释不到 就是说公众没有参与整个咨询过程 这个问题它是解决不到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 是不会支持的 我们问他你原先那个方法 又说学来德国就学一半不学一半 全世界都没有的 不过我们香港就有的 就是这个人大 我们有36个人大代表 就不是你和我 即是我有票 因为是立法会议员 但你实选不了的 不 我也不会投 那小撮人就选了出来 36个就按他的票数来排 但是他一直排下去 37 38 39 就是他们那些人大政协告诉我 他说有个叫替死鬼制度 就是你这个事但死了一个 他就找个替上去 那就试过了 那你全世界都没有 就是香港有这个 那你无端端搞个第四龟制度 来做什么呢 可能国内国情不同 那些人大的政协年纪比较大 那些中共元老 他真的随时一届里面死很多个人 那你就要补选很多次 但是香港不是这样 你是说熟国情 我更加不熟 所以他就说我们要多些国民交易 他国内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问题就是说 中国国内他要所有的东西都很稳定 你想想就算全国人大的选举 他是用差额选举 就是近年 但是差额选举 他是说5% 慢慢加到10% 就是115%左右 就是差额很小 意思就是说 例如差额5%之后 105个人去参选 选100个人 就是西走5个人 所以他是用一些很稳定 超稳定的方式 确保他属意的候选人 在国内无论选人大选 各级的情况也好 都是用一个比较稳定的 但是 我们这里是香港的 一国两制 我们说是一国两制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怕选举 我们不应该这么害怕选举 也不应该这么害怕选民 香港市民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合理 现在的反应情况就是 是选民 市民觉得政府太不合理 是的 最近我看经济学人 那个周刊 他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大陆的人大选举 他是有一幅照片的 虽然他们又不是多 但是五世幅 有个女士 就四手脚就被人拉着 拖着 他那个就是说 这些就是那些 独立候选人的命运 在大陆 但是 不过刚才我刚刚 香港电台英文台访问我 关于现在最新的发展 他告诉我 他说 你现在有新闻说 林瑞伦现在出来做这个宣布 是因为中联办叫他 我就说我没有这些消息 因为如果中联办也受不了 要这样教 他政府真是死定了 这段时间 我想这两三个星期 大家就越来越生气了 首先政府 第一整个过程没有咨询 太闯绝 那些借口 太过没有说服力 令人反感 第三 就是很多专业意见 他不听 大律师公会出了三次 学者 大学里面 现在也有两封 我所知 我有参与 也有六十四位 八间大专院校的教授 老师 联署 都希望各自从真咨询 对于这样的补选机制 非常反感 昨晚我上Facebook 也有很多新的消息 刚刚有一班年轻的学者 又联署了 这里有四百多个学者 在香港也有 在外国读书 起码都是石士级 博士级 几百人在四十八小时内 这些学者 学者也有两批 由年轻的和没有年轻的 不同大学的 不同职级的 由全教授 教授一直到座教 都是出来 反对这个替补机制 是要求 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各自 那么政府 你不听专业意见 不听这些学者的意见 这些学者 尤其是我有参与的那批 有六十四位 里面有十几位 是政治学的博士 包括我自己 还有很多是社会科学 大家都读比较政治研究 很熟悉西方的选举制度 等等 都发觉这个机制很有问题 整个过程很有问题 这些逻辑又充满谋误 你叫我们 哪里回去跟学生说 都说不到 我们告诉政府 你现在用比例代表制之明 但实际的保选制度 是违反了比例代表制的精神 我们怎样向学生解释 因为那些官员说 我们没有违反了 这就是比例代表制的精神 这就已经很严重了 我们怎样去解释 这个专业意见 你也不听 我想 现在大家很生气 觉得这年学者都要上街 那你想想一下 就是 就是 是很愤怒的 对这件事 初初 因为政府想快刀斩列马 六月初刊献 接着就去立法会 就是首读 然后就立即成立委员会 连开五日会 就杀科了 他就以为是可以快刀斩列马 处理了 但是在这件事 都要赞一赞一些传媒的 我相信在上十天 那些传媒是很厉害的 因为我相信传媒自己本身 都觉得不对劳 所以本来初初不谈的 后来都谈 到电视周边去访问 那些人 那些人说 什么来说 喂 拿走我的权怎么行 就是一路一路不破 又好一路说 那我们呢 民主党 一周日在张温澳 就是叫市民登记做选民 那有位七八十岁的女士 就说 我搬了屋 那我们说 你应该改地址吧 那他打算走 那他说 喂 星期五 你民主党是不是有巴士去维园 他要去抗议 他说我不是很释怒 我们个个 哇 七八十岁都要去抗议 你政府死得了 所以我相信 如果政府有些少许 去量度市民社会的默搏 他会知道 真的升得很厉害 所以中联办又害怕 特区政府 现在又出来 我不知道中联办 是否真的叫林水联办 下改 但是如果你问 任何一个人 给一个政治的忠告 都是叫他快点收回这件事 而不是现在这样改 如果你说叫他这样改 都是想降温的 希望七一大游行少些人上街 骂政府 如果不然 就重演 03年的七一大游行 当年 其实我觉得林瑞伦的影子 就好像当年 热流 是吧 当年03年的时候 因为那次我都在维园主持的游行 那一年大家很生气 赚到维园爆了 那次和今次有一件事相似 有一件事相似 就是政府没有做一个长进的咨询 但那一年仍有三个月 但今次是没有的 没有正式做咨询 只在立法会上过 当年23条立法会 当然它的覆盖面更阔 更多人关心 但问题是我们当时都说 你应该要整个白纸条例草案 白纸条例草案 即是未交到立法会 刊演男子之前 应该在民间社会里 更多人讨论 详细的条文是怎样的 公众都觉得不应该这么急 有些重要的 关于影响我们的权益的事情 今次就连这三个月的咨询都没有 现在到最后见那么多人反对 才说不如改变他 不如说同队排第二去补 即是说没有那么坏 现在问题只是没有那么坏 但你仍然解决不了 没有一个正式的程序上 公开的咨询 这件事是政府欠市民的解释 我相信他很像23条 即是2003年 因为2003年又是当时很紧张 透过来 结束之后 他又脱了几只牙 以为 他现在就早点脱了 未去走就脱了 因为可能 如果真的说几十万人走出来 我相信是很恐动的 可能有人要辞职 因为当时叶柳也要辞职 梁錦松也要辞职 因为买车事件也要辞职 所以他真的想降温 你猜是否降到 我觉得可能他会降少少 但你现在这么远 你现在这么远 我记得2003年那次 到最后七一之前 几天 你们好像在议会中 政府都说要改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想收回 他也是在最后肯改一些东西 但太迟了 你现在社会已经很生气 为什么你不问过我 你拿走我的权利之前 他说急 又说要在11月6日 区议会选举 他说那群人 9月去登记做候选人的时候 就应该要知道 有这条例过了 你说有没有关系 因为说明年 明年又去立法会选举 喂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要9月 我要去做候选人 所以我知道过了这条例 你说有没有逻辑 有没有陷阱 因为他现在建议改 都是说影响2012年10月 产生的新一届下一届立法会 距离那段时间也很长 没有什么本地立法 很复杂的东西 没有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足够的时间 譬如你现在说 这个时间开始咨询 起码有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让大家谈谈 然后谈谈 如果大家觉得 你这个同队后保的 是可以接受的 首先要处理 就是说 赞不赞成没有了这个补选 是 首先要解决这个 如果大多数人 都是觉得 没有所谓 就是可以取消 那就说 是什么方法 是一个最合理的方法 就是要这样谈讯 如果大家都不赞成 没有了补选 不赞成 把这个权利交回政府 根本上就不需要谈 用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 是 所以我觉得是要讨论 现在有些人 你也看到了 在网上 又辞职了 他说 他说是23个总辞 因为当年有些政党 说是23个总辞 你有什么高见 他说现在更生气 因为现在又没过 这个例子没过 你便去迟迟 你便去选的人 你是否现在社会就是这样 我觉得 其实真是搞辞职 除非是大煲到很大煲 你不是随便会用 第二 上次五区公投 辞职的人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第一 辞职后再选 你不一定会赢 第二 你要结束办事处 又要解散员工 又要報稅 期間你議員的生日沒有了 你所有跟你工作的團隊都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就要做一個比較負責任 你不是隨便用這種權利 另外就是全部總辭 我覺得你總辭也需要資源 總辭之後你會否再選擇 你會再參選 23位就算總辭 你要再選擇 因為你還有一年 明年才會改選 全體的人都要再動用資源去參選舉 我覺得泛民不是很有錢 你的資源和人力 有些人不會參選他都會做的 你要集中應付第一年11月的區議會 接著還有接下來的特首選委會 又要爭位 然後明年9月又有立法會選舉 你接下來幾場選舉 政黨已經是很嚴重的 如果現在你說 突然間23人辭職又再選 或者沒有23人 少一些你都未必贊成 我不是很贊成 問題是你會否再選 如果又是同一批人再選 同一個政黨再選 你的資源我覺得已經拔得太盡了 因為議會是否還有很多事情要討論 我相信市民的反彈也不是很大 其實這個問題你們已經談了 你們好像已經有結論 我聽說泛民 不是 大多數不贊成總辭 我相信他們自己代表自己 我們亦沒有能力代表他們去說 我想民主黨 我們自己的立法會議員 跟大家談過 民主黨一向都不覺得應該辭職 大家說寸土必爭 在裏面盡力去做 有時市民就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很生氣 你要辭職 你要表示一些事情 那就不要再選 劉千石 在殖民地的時候的立法會局 他也辭過職 李卓仁再選 不過怎樣也好 總不知知 我覺得這些就是要自願 我覺得就一起去看 當然是自願 又不像去年一樣 去年差不多是強迫的 現在也有很多人做的 去年是劫民主黨要去參與時職 我相信是很難要劫的 如果你現在說23個 你要一起支持 那時陳剛安生有很多人說要23個 有些就說五個 五個辭職員就要23個 他們說明了 有個一步一步行的 現在搞到這樣 有些市民又拿回那些意見出來 但是當時就不是民主黨提出一步一步那些 總之現在你走上網周圍 我們在街邊 看到很多人都說叫你 不是很多人 都是有市民提出 但是民主黨就不會做的 不過如果有人做 就像你剛才也說 你要尊重他的 這是他的自由 但是我們的目標 就希望真是去搞普選 要盡快普選 現在說完那裏 可以說回一件事 其實就 雖然去年普選沒有參與公投 不過我覺得純粹從一個民主政制來說 我覺得我們要爭取四普選加公投法 才是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 當然 首先我們區議會要全面普選 立即取消區議會委員會 立法會要全面普選 取消功能組別 打破小圈子利益集團的選舉 特首要全面開放 是一個沒有篩選的普選 接著我覺得比較少人提及 就是人大 人大都應該開放出來 即是又有一個選舉 即是說又有一個選舉 不過又是小圈子 所以問題是說 香港人現在回歸了 我們應該是有權參與 香港的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的投票權 這個投票權和參選權 都應該開放出來 就不應該是壟斷了 因為現在你要先做立法會議員 你才在港區人大有一個投票權 或者你才成為特首選舉團的成員 你才可以有一票 基本上他是以特首那一千二百人 或者現在的八百人作為班底 再加現任的人大政協等等 組成的一千人 將來可能要加一點 即是說很少人可以參與港區人大的代表 但這班人是代表我們參與國家的事務 為甚麼這件事你不開放出來讓我們去選呢 現在來說他不代表我的 他只是代表自己 因為他沒有普選 如果普選產生的人大代表 代表我們進入國家最高中央的全國人大 但現在就不代表我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都應該要爭取 人大普選 那個又真是 這是一個長遠 另外就是如果你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我覺得其實我們應該認真重新考慮 就是考慮設立公投法 因為現在是沒有公投法的 所以才要透過辭職來搞變相公投 我覺得政府應該諮詢共眾 贊不贊成在香港的民主機制 除了有定期的選舉 產生一些代議事 代表我們議論香港的公眾事務之外 我們是否應該在一些很重大的事情的時候 在定期的選舉裏面 是有一個公投票 是就一些重貸議題表決的 其實很多國家都有公投法的 譬如我記得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加州他會選舉的時候 那些人除了選當地的參議院 眾議員的地方的代表之外 他都會有一個公投的議題 譬如你贊不贊成 將加州的機場拿出來私有化 又或者有些什麼的議題 是關於各地區的 是可以拿出來問 問公眾 於是你拿了參考 就作為一個決定 所以他是一個雙重的代表 你可以說透過選舉 產生代議事入議會 是一個代表性 另一個涉及公眾的重大議題的時候 有一個公投的表決 就可以作為參考 譬如你今次說取消 這個的補選權 那你就問問人 或者你說 應不應該在下一屆的議會裡 處理23條立法 你就問市民 贊不贊成未來這一屆議會 要去處理這件事 或者如果你改變香港的稅制 要怎樣做一些大的動作 又或者香港人一定要強迫買醫療保險 有些重要的議題的時候 就拿出來討論 我同意 我非常同意 你現在因為沒有 但他們好像重真他的根 因為他說基本法 就沒有寫 基本法沒有寫 沒有說不行 那就是 其實這個問題就踩了界 我知道 中央很緊張 中央政府 他最害怕你們是香港公投 獨不獨立 那些人都經常說 他最害怕 你一拿公投出來獨立 我所謂就是立刻軍管 不過其實我覺得 現在你已經有基本法了 就算有公投的議題 也不可能凌駕基本法 你作為一個憲法 你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即是那些什麼一國兩制 港獨 什麼說要脫離中央獨立 你可以撇除他說不在公投的議題 但還有很多事務 是可以用公投的方式來討論的 我覺得為何不可以考慮這件事 如果有這件事 可能那些人又沒有那麼緊張 說補選那件事 即是可能他可以交換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 不過總而言之 今次就沒法談 港愛選舉 就一定要港愛行政長官選舉 即是這個小圈子 明年三月就投票了 你自己覺得 在這個小圈子 即是市民大部分都沒得投 因為現在是1200人選 即是我們怎樣對待這個選舉呢 因為 中央就說了2017 就一人一票選 不過很多人都不相信 可能到時他選兩個給你 給葉劉淑儀 給范祥麗泰 給梁振英 如果你是普選 那就死定了 但是今年就沒法談 你覺得市民應該怎樣對待呢 市民根本上 今次 即是你講的2012 沒有了三國選 我們被剝奪了這個權力 一定要等到2017 既然沒有參加 市民唯有你氣憤 第二你唯有看電影 所以大家知道這場選舉 其實都是假的 小圈子選舉 多數都是用一種觀望看電影的心情去看 要不就是 另一個說法就是 泛民是否要參與這場選舉 你怎樣看呢 如果是的話 就是泛民帶著一些甚麼議題 即是說 目的不是贏一個議席 因為你根本贏不到這個議席 我們都知道怎樣都是壟斷的 雖然我們可以說 盡量搶多一些泛民在特首選委的票 是可以製造一些壓力 令到參選那些候選人 可以回應我們提出的一些 公眾關於的共通議題 那些政綱 可以透過選戰 將一些議題放在公眾那裡 有一個辯論 我覺得都不是沒有它的價值 但是你說公眾來說 始終都是隔了一層衣服 因為我都不能投票 可以看戲 看戲 變了有少許看戲 還有你究竟是陰點 究竟中央看中是哪一隻馬呢 現在好像還沒看得到 不過你不知道昨天有沒有看到報紙 又有東西爆 你記得華叔在那時 華叔在那時 那個政制的爭議的時候 華叔又出來說 四人五人犯局 陳方安生和其他人 就劫他去做些事 昨天報紙又說陳方安生 又是找民主黨 其他政黨的人一起說 即是泛民找誰出去選最好 他就叫他 就支持余若薇 其他人 我相信陳太可能都很喜歡 出來給予一些意見 其實在一個自由的社會 其實每個人當然可以表達 我們仍然有少許的表達自由 但是他真的很喜歡做這些事 你即是覺得 他現在這樣說 他只是表達他的意見 你同不同意呢 即是他說叫余若薇出來 其他人就支持他 我覺得不同的人表達意見 是無所謂的 但我覺得他又未至於 說有一個位置 就是他可以陰點 是嗎 我覺得現在我們還相信泛民裏面 有一個叫一哥一姐 他可以毫靈天涵呢 我覺得 從來也不是 不現實 以前可能大家還會覺得 有些民主派的元老 無論是Martin 或是華叔 但現在泛民陣營裏面 很多人都是初生之族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可以獨當一面 會不會這麼容易號令天下 我覺得就不存在 應該不存在說 陳太說誰就一定是他 我覺得始終泛民 不同黨派之間自己要談 就不是說有一個人說完 陰點了就是他 那不是變成北京的 你不是用的 我們最反對的北京那一套 就說由中央陰點 中央陰點 然後泛民的消息員 你又去陰點 我覺得你將來也不要批評共產黨 所以我覺得是要談的 即是你自己是贊成 民主派也有些人出來玩一下 你是否贊成 我覺得就是要好好地利用這場 即使我們說它是小圈子選舉 是將公眾關心的議題 無論我們說 譬如普選團說一次過立法 我們很希望 我們在2010 即是去年沒有辦法 令到中央很清楚承諾到 最後終極普選是否取消了公共組別 是否沒有篩選的特首選舉 他就說一點不說一點 即是對終極普選的表述不清楚 我們很希望透過特首選舉 將一次過立法 說清楚2016、2017和2020的普選路線圖 這些就是如果泛民有候選人出來 能夠很清楚打一些共通議題 是有可能令到參選的其他特首候選人 是要回應 起碼你要說你能否贊成一次過立法 解決這個雙普選的問題 不過你覺得大家應該談談 看看有沒有方法去因選一個人 出來就不是說有一個人陰點了你 就是你做就不是這樣 我想她也是表達她的意見 我想她也不相信自己有個神奇手指 一點就是那個 你問如楊美自己想不想做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是那個飯局 當時就有華叔去踢爆 今次就不知道是誰告訴明報 其實也不知道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泛民裡面其實我覺得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元老 一個人可以說得聽 我們每個都有獨立思考 今天謝謝碧雲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對 我們下星期再見